大家好,歡迎收聽每日焦點新聞 衛生防護中心公布本港新增一宗新冠肺炎確診個案,屬於輸入個案 患者是一名27歲女人來自柬埔寨,她沒有病徵 抵抗後入住石棠咀香港張酒店,接受檢疫時證實確診變種病毒 另外早前確診的機場男搬運工 懷疑因為與俄羅斯抵抗的機組人員身處同一機艙工作幾小時 而感染L42R變異病毒株,屬於Delta變異病毒株 台灣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說,為提高台灣疫苗接種率 即日起開放疫苗CIDA意願登記與預約系統 給18歲以上民眾登記預約,接種阿斯利康或莫德納新冠疫苗 其中一個預約平台,健保快爾通,上午11點無法登入系統死機 衛福部說,健保快爾通早10點前正常運作 後來因為出現大量流量,導致系統運作緩慢 中午12點前超過6000人湧入,導致系統死機無法連線 經調整後,民眾能正常現證身份,但仍無法正常運作 據報最新登錄資訊,登記最好已經達到766.3萬人次 也就是開放18歲以上登記不夠三個半小時 已經有大約481萬人次上先登記 就著疫情和巴士的報告總編輯,你和一起聊一下,你好 你好,Yunice 台灣抗疫一直都被指大有政治化的,是不是連買疫苗也是呢? 是啊,其實台灣的疫苗一直都是不足夠的 台灣兩大公司,海鴻和台積電 一直都是想向大陸的復星藥廠購買復必泰疫苗供應給台灣 大陸方面其實都願意協助的,不過台灣方面 民進黨政府一直都不想求助於大陸 即使是台灣的企業願意出面,民進黨一直都不太想接受 抗疫就是嚴重的受到這個政治因素所影響的 但是由於德國的藥廠,Beyond Tech其實已經是和復星簽了藥 包括台灣在內的大中華區都是由復星獨家代理的 大中華區以外的世界其他地區 所以台灣要買Beyond Tech疫苗就只能夠向大陸的復星購買 台灣方面政府過去多次都想直接跟Beyond Tech 直接跟他們去購買復必泰的疫苗 其實根本就不可能成功的 蔡英文過去也一直壓住在台灣疫苗身上 就說7月就可以施打了 但其實台灣生產的疫苗根本都未進行三期的臨床測試 若果批准使用都只是硬來的 到最後就是昨天就是上海的復星藥業 其實早在去年3月就已經是和德國的復必泰公司簽了藥 參與了復必泰的疫苗研發 並且擁有中國大陸和港澳台地區的獨家商業權益 幾個月以來台灣的疫情就非常之嚴重 都沒有辦法買到這個復必泰 民進黨政府方面一直都指責說是大陸方面的介入 其實大陸方面已經多次澄清根本就是無中生有的 並且只不過是因為台灣方面 直接想從這個復必泰那裡直接購買疫苗 台灣方面就是這個大陸方面的國台辦的發言人就說 其實大陸一月一直都願意就是援助這個已經獲得世衛組織 認定的國藥或者是科興疫苗是援助台灣的 不過對於這個上海復星也都是願意提供疫苗的 所以今次能夠和台灣方面達成協議 其實台灣這個國台辦都表示就是樂觀其成的 他又指其實台灣近期都有一些謠言 又說大陸阻撓台灣獲得疫苗、以傷逼症等等 今次能夠達成這個攻台的協議 其實可以說這說法是不公自破的Unus 全球疫苗都公認緊張的 尤其是在發展中的國家根本都買不起疫苗 那麼中國內地生產的疫苗是否用不同的方式發揮作用呢? 其實科興剛剛公佈了他們和全球疫苗和免疫聯盟 簽署了預購這個協議 通過新冠肺炎疫苗實施計劃 將會提供總量達到3.8億劑的新冠病毒的滅活疫苗 就是科興 就是分配按照這個計劃的機制 就是參與全球的分配的 根據協定2021年9月 即今年的9月底之前 科興就將會提供5000萬劑的新冠疫苗 另外就是全球疫苗和免疫聯盟 可以選擇在2021年的第四季 就是進一步購買1.5億劑 在2020年的上半年 就再可以提供多1.8億劑 科興方面就說其實直至到6月底 科興已經向全球交付了超過10億劑的新冠疫苗 在疫情期間為全球的新冠疫苗作出可及性和可負擔性 就是作出了貢獻的 另外就是由於滅活疫苗方面 在安全性和常規的冷藏儲存的要求 其實都是比較方便 因為它只是儲存在四度就可以 已經儲存到 普通的雪櫃都可以儲存到 其實這一點就是比起伏必泰 或者我們叫輝瑞 都是有一個比較優勢的地方 就是因為伏必泰或者輝瑞 其實它儲存都要在零下70度那裡儲存 還有運送都是一個很大的考驗 尤其對於發展中國家 所以滅活疫苗其實有一個好處 就是無論在運送和儲存方面 其實對發展中國家來說 都是比較容易處理的 所以今次科興和新冠肺炎的疫苗實施計劃 能夠達成一個協議 就是提供3.8億劑的疫苗 可以說對發展中國家來說 是一個非常好的消息 因為這個計劃 其實就是由聯合國牽頭 和世衛組織參與牽頭的一個組織 主要就是他們通過一個低廉的價格 購買到疫苗之後 就會主要供應給發展中國家 尤其是貧窮國家和落後國家 就可以通過這個計劃 獲得分配這個疫苗 所以其實一間中國 因為之前中國都大批量出口這個疫苗 去支援不同的國家 不過美國方面一直在批評中國 就說它是疫苗外交的 所以這次其實通過中國的一些民營的藥廠 去通過世衛組織去分配這些疫苗 可以說是更加公平的 比起美國 美國就承諾了會向全球分配5億劑 超過5億劑的疫苗 不過由於美國就說要用自己的標準來分配 所以目前它都只是分配了2000萬劑而已 我自己就覺得其實這次中國 就是通過藥廠和世衛組織 就是牽頭的機構來達成一個分配 第一就是在公平性上是更加公平 第二也是可以更加快速去分配到疫苗 比真正需要的地方 所以其實我也希望 美國方面都可以加快步伐 就不要輸給中國的藥廠 謝謝你跟他分析 我們轉換其他消息 港大再次強力譴責港大學生會評議會 早前通過哀悼刺警案兇徒的決議 批評是公然美化暴力的嚴重不當行為 挑戰社會的道德底線 損害整體廣大社群的聲譽和利益 呼籲同學回歸理性 秉持正確的價值觀 智力學業為社會作出貢獻 港大又宣布不再承認港大學生會 作為獨立註冊社團 以及它現有在國校內的角色 港大也會按大學程序 嚴肅調查學生會評議會事件 並且根據調查結果 對涉事學生作進一步處理 校方將會設立專責團隊 協調和處理學生的各類事務 保障正常的學生活動不受影響 政府上個月任命李家超為政務司司長 鄧炳強為保安局局長 和蕭澤宜出任警務處處長 香港研究協會在今月5至12日 訪問了1074名市民 對特首、司局長和特區政府的 滿意度進行評分 調查結果顯示 鄧炳強首次評分是2.3分 在13位局長中排行第二 比第一位環境局局長黃錦星 只低於0.01分 至於平均變化 13位局長的評分都息數上升 並且創一年新高 當中上升最多的是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慧 上升了0.24分 而新任政務司司長李家超 和財政司司長陳茂波 評分都有上升 至於特首林鄭月娥 評分也稍微上升 去到1.96分 調查機構認為 市民對特首、司局長和政府表現的 滿意度回升 反映市民對問責團隊的工作表現評價有所好轉 促請特首和問責團隊在餘下任期 積極處理香港的深層次問題 改善市民生活 轉到內地看看 內地公安部今天上午通報了 電影失姑原刑拐賣案件的偵測情況 行動中找回電影失姑被拐兒童原刑 郭新鎮 拘捕一男一女疑犯 前日即7月11日 公安機關為國光堂和國深圳一家人 舉行認親儀式 失散了24年的家庭 終於團聚 而電影失姑主角劉德華 知道這個消息後 專門錄製了一段影片送上祝福 事源於1997年 國深圳被拐走後 他的父親國光堂 在二十多年內堅持找兒子 開著電單車走了四十多萬公里 去過三十一個省 連電單車都報廢了十輛 去到2015年 以國光堂為原型的電影失姑上映 由劉德華飾演事件中的爸爸 展開千里尋子 尚進艱辛的故事 今天講到這裡 下次見